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一次提到隋猴之珠 隋猴它是汉东国家的国君 就是在今天的隋州寺这一代 那么传说它的宝珠是明月珠 因为是灵蛇环抱给它的 隋猴它生存的年代 可能就是在春秋的末期 很可能绝大部分都在战国时代 这等一下我们会秀年代给同学看 所以三家诗把这个游女说成是女神 那明显跟隋猴的明月珠是有关联 所以可以知道那是受战国以来传闻的影响 以下我们就来追踪 这个明月珠呢 在过去非常的名贵 因为它一到晚上就会发出光芒 好像月亮 这个实际上这种东西呢 并不是很稀罕 并不是很稀罕 同学读过化学物理大概就会懂得 像大陆传说这个有八顿的夜明珠 这个 专家说呢 这其实价值呢 不大 一段时间以后 它的功能就消失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宝珠会发光 主要的就是 它球体里面呢 有某种的矿物质 这种矿物质呢 它能够吸收热量 比如说像日光灯 或者是太阳光 尤其是太阳光 这个 吸收过了以后呢 到晚上就会发出 这个悠悠的这种光芒 这种情形我们现在很多的 这苹果 都可以做得到 就好几年前我们同学呢 在青年节的时候 一大群男生在卖苹果 那 在餐厅的门口 那老师一看生意很不好 所以只好帮他买一个 他是青年节在送 送到这个 老师的研究室 那老师就把他带回家 摆在酒柜里 那晚上呢 他会吸收日光灯这些光 然后等到深夜呢 客厅的灯光一按 一关掉 他在酒柜里面就自己发出光芒 就今天懂得这个道理呢 就很平常 等会看到的 都是市面上可以买得到的 本身呢就剥离苹果之类的 那有了矿物质呢 吸收光以后就会化光 在西州时代呢 老早就有玻璃珠之类的 最主要呢 西州它是炼酮的年代 青酮的时代 炼酮的高度呢 温度可以达到上千度 一千零八十度以上 那炼高级玻璃的话 要达到一千两百度 这温度已经相当接近 所以在炼酮的时候呢 矿石里头有玻璃的物质 它会自动的会流出来 因为温度相当接近 当然那种纯粹的程度呢 不如今天所提炼的玻璃 因为温度还是有点差异 那玻璃的液体流出来以后呢 它会受到青酮 受到铜的影响 会出现这蓝 或者是绿这些颜色 这是西州的玻璃的特色 第一呢 它品质不是很精良 里边的这石影沙相当明显 因为没有完全提炼的很好 那第二呢 颜色是受到铜 铜 铜矿的影响 这个 在过去呢 宋朝以前 凡是玻璃类的统一称呼流离 玻璃这名称呢 到宋朝才有 所以唐朝的玻璃也都叫流离 其实这两种是有点差距 有点差距 可是过去呢 又没有这种玻璃的名词 所以就不分 西州的玻璃珠呢 过去都叫做流离 因为它外头呢 可以 有点差距 所以 普通都是这两种颜色 那有些矿石比较特殊呢 会出现白色 偶尔还会有紫色的 这个看矿石的性质 从来看到的这些呢 是曾侯乙和墓 跟他太太和墓所出的 这种玻璃珠 这一种呢 就跟传统的叶明珠的 表面是很相同的 很平滑 像宝珠 那这些呢 就不太一样 他们都是一层一层 用滚帘的方式 一层一层越连 越... 那个直径越小 因为球面 越外面那个 这个 越圆的 那幅度就越小 所以他们是一层一层 连起来来滚帘的 一般说法呢 叫他叫做什么 这个 叫做蜻蜓眼 眼睛很像蜻蜓 就叫蜻蜓眼 统称呢 都是玻璃珠 那这些呢 直径最长的 不会超过三公分 所以 这个三家师呢 把他说是 有三寸的宝珠 那夸大太多了 因为实际上呢 隋蜓的租 还不到三公分 好 这个隋国国军呢 推测的大约 大约 是先前四七五 那春秋的年代呢 是四八一以前 差了六年 可是呢 这个隋蜓的最早年代 无法确定 所以这六年呢 可能包含在误差里头 所以可以说 他是春秋晚期 一直到战国早期的 在隋州市的一个国军 有关曾侯跟宝珠的关系呢 后代 都有很多的记载 这里头看到的是 晃大的 这是曾侯已浮沐出的 这个蜻蜓眼 这个就是他太太浮沐中 当然都是晃大 根据东汉王崇论衡这本书 里边有一篇叫塑姓 这个老师呢 栽的相关的在旁边 里边呢 他就叙述 隋喉以药作株 他所谓的药呢 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化学药品 化学药品 隋喉的宝珠呢 是因为隋州市 就是周朝的炼童中心 可以说最重要的炼童基地 因为青铜都是从江南而来的 那个旷时很笨重 所以第一关呢 就在隋州市这个地方先提炼 变成比较有纯度的铜铜料以后 再运送到首都这些地方去 所以它是很重要的炼童中心 既然时常炼童 所以就会有很多的副产品 也就玻璃会出现 刚开始可能他们无法控制这些玻璃 可是久了 有经验以后 他们就能控制玻璃的外貌 外形 比如说挖一个圆坑 让它流下去 这个 一冷却以后 就变成圆形的珠 大概从这样慢慢的 累积这种技术 所以像东汉人也都清楚 水猴的宝珠呢 是用跟化学有关系 王冲是脑筋比较清楚的 可是一般人缺乏这种尝试 就以为呢 这个水猴的宝珠呢 非常的特殊 甚至传说是灵蛇送它的 这个以上呢 我们是做个追踪 好 有关这些玻璃珠呢 我们今天看起来 根本没有什么价值 可是在古代呢 因为它带有流离的性质 就外表有一层像瓷器的那种质感 像我们碗 所以它接近这种珠宝 烈士珠宝 我们同学可以看得到的 就西游记一百回 唐山让他们师徒呢 回到长安 被唐太宗招待 那这里呢 他就描述 皇宫里呢 有玻璃盏 玻璃碑 这是中华大国才有 所以唐朝时代呢 这些玻璃很少见 根据西游记的推测 他的认定 认为只有皇宫里边 才有这些玻璃碑 那其他的紫色呢 因为我们后来 诗经会提到这些 所以也先让同学知道 比如说有曼经 还有所谓来福 还有所谓底下的翠里阳眉 这些呢 就可以做出百味真谣 可以做出各种真谣 这先让同学有这个概念 好 等一下我们再看西游记一百回 旁边呢是 这小说原文 这边呢是 因为这字不容易放大 所以老师呢就把它 换成这个印刷体 可以说放的 这段呢是描述如来 首先跟猪八戒讲话 讲完接着就跟沙生 跟沙悟靖来说 说这个沙悟靖呢 他本来是这个天上的大家 可是因为在盘陶会上 打破了玻璃盏 所以被贬下戒来吃人造内 那我们同学看 所谓的盏呢 是又小又浅的盆子 像这些都可以叫做盏 这个沙生呢 他就是在天天打破这些玻璃盆 就竟然被贬到下戒来吃人 这个可以知道呢 在明朝时代 像这些这个玻璃制品 还算是很昂贵的 所以难怪呢 在战国时代 或者是汉朝时代 就把这些 炼童所产生的 副产品这些玻璃珠呢 当成珠宝一样的来看待 所以这一句呢 我们就来欢迎一下 汉有油女 汉水或者汉江 有油幻人家的女儿 或者是有出来游玩的女孩 就随着父亲从京城到将来来当官的 不可求疏 就是却不可能去追求啊 却不可能追求得到的啊 我们油女呢 就把她当成是啊 这个皇族的啊 皇亲国妻的这些女儿啊 不当做女神的啊 他等下 汉之广乙啊 汉水的宽广 或者是开阔啊 不可永输 是没有办法游泳过去的啊 游不过去的啊 啊 通常都是游不过去啊 啊 这个江是永语 江就是讲长江 永呢 是长的意思 长的意思啊 啊 那这里所谓长呢 啊 是指浪花 坡长很长啊 啊 也就 长江的浪花 长而有净 长而有力啊 啊 因为他是大江 所以水流 力量很强啊 啊 这个 不容易应付 这些长浪啊 啊 啊 永就是 泼浪很长而有力啊 啊 长江的泼浪 长而有力啊 啊 不可放适啊 啊 这荒是病的意思啊 啊 这个船呢 把两条 连在一起 就是病船啊 啊 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啊 啊 这个 水晶柱上的描述啊 有关古代要渡过长江 水晶柱呢 这里有一段 精药的描述 哦 他说呢 这个长江的 这个水流呢 哦 一直要到江金树 这地方 哦 江面才会开阔 哦 因为他从 山峡流出来的 山峡就两旁都是高山 所以就把河 把江水把它夹住了 因为河面太窄 所以水流就很深 而且很快 这是长江危险的 这个原因 哦 那出了山下以后都是平原 所以长江的河道 一下子就透宽了很多 哦 同样水流呢 你把它变成平面很宽的话 它水就变浅 哦 这我们同时算 哦 一般的数学都可以算得出来的 不用说 哦 用同学的本事 哦 一般数学就可以了解 哦 哦 长江一出山峡 因为江面很开阔 所以江水就变浅 变浅也会 水流就比较慢 所以要渡过长江呢 就要利用水流慢的 水流太快 你根本无法应付 哦 所以一般呢 都在江金树 这地方呢 来渡过长江 可是你要渡过长江呢 在水晶柱的年代 哦 他还有他的条件 比如说他讲嘉语曰 嘉语呢 是孔子嘉语 孔子家里传下来的古书 上头记载 哦 就江水至江金 灰荒桌避风 不可涉也 即使是在江金 这水流比较缓慢 还必须要再加上两个条件 才可以渡江 哦 总之 在六朝时代要渡江 要有三个条件 第一 要到水流缓慢的地方 江金树这地方 然后第二呢 要荒舟 要并两条船 哦 然后第三 还要避风 哦 好 我们 先看什么是荒舟 哦 像这个通常是在大海上航行的 两条船 哦 就用木板呢 把它连在一起 哦 这主要是增加载重量 哦 让船呢 不容易翻过去 哦 哦 像这一种 我们看这是一条船 两条船 哦 这也是两条船 合在一起 哦 那像这个也是一样 它本来是两条船 哦 分开的 可是 必要时候两条船 可以迅速结合在一起 哦 这种技术我们台湾很少见到 可是大陆很常见 哦 在98年的时候我们 透日周星老师一群呢 到福建武夷山 就诸心的地方 哦 哦 那没有 这个 竹华 哦 竹华呢 通常就三四根竹 长竹上头 就摆了 三章的藤影 哦 那看游客人数 的多广 哦 人少的话 就租这个 一小 一小 一小勺的竹华 那我们通知中间去的人还有一些 十几二十个 所以他们很快的 老师们都没有注意 他们很快竹华就并在一起 把两条竹华并在一起 一转眼之间就出现 哦 所以老师们就是在船上两个两个可以并排坐的 可以谈话 哦 那更后来有一团更多人 他们一下子又把三条 三条竹华就并在一起 哦 哦 大陆还有这种技术 哦 这是荒舟并两条船 可以增加载重量 哦 就是让船 哦 不容易受波浪的影响 哦 接着来了 我们要 这个 问同学一个问题 就一尾渡江这个问题 哦 因为我们同学都很喜欢武侠小说 金庸的武侠小说呢 在台湾发行第一版 正式近日到台湾发行第一版 一打开第一页 就是达摩的一尾渡江 因为武侠小说呢 把功夫最高的高手 就推给达摩 因为他能够一尾渡江 所以这里我们要请教同学 什么是一尾渡江 哦 哦 不光是图 哦 这个 像一些雕刻呢 也都出现 哦 一尾渡江 哦 不只 中国 也不只台湾 哦 像日本也都流行 哦 这种图画 哦 儿童游乐区像台湾 哦 火岩山 哦 这个达摩呢 哦 底下也只有一叶的芦苇 哦 那这是大陆的游乐游乐区 哦 同样也有一尾渡江 哦 哦 那同学看一看这一尾渡江是怎么一回事 达摩生存的年代呢 是在晋朝 哦 也是属于水晶柱的年代 六朝的年代 哦 达摩他可能踩着一叶芦苇 一张芦苇的叶子就渡过长江吗 可能不可能 这样会不会违反物理 有的同学点头 那绝对是违背物理的说法 哦 所以实际上同学应该都很清楚 这个尾不是芦苇 那应该是什么 啊 啊 你声音再稍微大一点 你好像讲 小船 哦 很好 尾就是小船 因为同学一定读过 苏东坡的赤壁赴 里边众欲为是守之 守如或守之 那尾呢是描述小船 在家面上看起来就好像 啊 这芦苇一般 啊 那达摩呢 他当时啊 啊 就自己一个人就划着一艘小船 竟然就渡过了长江 啊 可能呢 他运气特别好 感冒险 结果他成功了 啊 啊 这个 如果遇上大风的话 那铁士 非常危险 啊 啊 船刚开出去就碰到大风 整艘船 就支离破碎 三国时候 三国时候孙泉 所做的长寿 啊 大船都没有办法应付 长江上的墙峰 另外的 到了民国呢 我们从若看啊 啊 这个 广西 将领 啊 跟 白总体很要好的 那个 广西将领叫做 啊 名字一下子我忘记 啊 当过总统籍的 副总统、总统 李中仁 李中仁 啊 李中仁的回忆录呢 里头就会描述 啊 有一次呢 他在武汉 听说南京这边 军情很紧急 所以他就迅速的搭着 小火轮 也就是 海军的军舰 钢铁的 他就搭着 这军舰 从武汉一出发 就不久就碰上了 长江的墙峰 啊 在字传里头 那描述 整艘军舰的屁股呢 被墙峰一吹 就 船头下沉 尾巴翘起来 舵呢完全悬在空中 当时他们说 状况很危急 因为舵一脱离水面 根本无法掌控的 整条船就无法掌控 所以怎么看 到了民国时代 军舰 钢铁的 还是无法对抗 长江上的墙峰 所以在六朝时代呢 渡过长江 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 就叫避峰 要避峰铜 那达摩呢 他成功可能就是正好没有碰上 要是碰上 相信他武功呢 也很难应付 这是当代的有些人练这种功夫 传说也是义伟度假 让同学参考 好 不可慌 慌就是并两条船 并船 并船 或者是并两条船 也是没有 也是渡不过去的 也是过不去的 好 底下呢 瞧瞧错心 瞧瞧呢 有的人说是高高翘起来 或者呢 是高额 杂乱 错乱 错杂 都可以 还有人说是众多 这意识呢 都差不多 都可以欢 那么错心 错就是交错 那么底下的心呢 是财心 不过这个心呢 你如果严格的讲法呢 是比较大的木头 我们来看一下解说 根据周理的说法呢 凡是国家有庆典 一些官员就要准备一些 这个心针 所谓心呢 正弦注解就是大木头 针就小木头 所谓针就像麻杆那一类的 麻的杆子 同时大概也没有看过 就是大概像成人的大拇指那么粗 这个 在古代呢 它是当作蜡烛的功能 绑成枕捆 然后再浸油呢 就烈是蜡烛 那心的话是大木头 这个 所以像孔颖达就注解 心是粗大 这个骨字粗 粗大可惜可以劈的 大到可用斧头来把它劈开 那种木头才叫做心 好 这是心的 比较严谨的说法 好 错心呢 就交错的柴心 或者柴草 或者木柴都可以 高耳杂乱重生的这些柴草 言意其处 言是语 这个花语词 你要翻的话可以翻成奶 白话就是旧 旧 义呢就是歌曲 用刀子去歌 那么旗呢是代名词 要翻的话就翻成那些 那些 楚的话呢 它是一种不错的木头 就是黄金 这在台湾很常见 这种就是黄金 如果说都道乡下呢 可能已经有印象了 它的高度呢可以达到五米以上 这个 主要呢就是在江南地区 大概就是 这个 最扁呢大概可以到秦岭 这一带 它的木材 它的木材 植料相当不错 而且是耐烧 所以像贫荣地区呢 台湾贫荣地区 就是以黄金呢 当作木炭的来源 然后第三呢 它从根到叶呢 都有一种香味 有姜的香味 所以俗称台 台语就叫 薄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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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荣 那 它是驱逐蚊虫很好的 这种材料 是像乡下呢 过去 都会把它绑成一树一树 每一树呢大概就像 像成年人的手臂那么粗 那到晚上呢就可以点燃 蚊子就怕这些香味 可以驱蚊 另外呢 它可以当作芒果 催熟的温床 有些芒果还没熟 那么就可以先铺一些薄荣 然后芒果放进去 然后上头再铺盖起来 盖住一段时间 芒果就会熟 而且会带着 浦浆的这种香味 好 这种精呢 还有一个名称叫做褚 褚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诗歌人的褚 所以精和褚 两个是相同的 那我们看左传的记载 西宫二十八年的记载 说汉阳足迹 楚食尽之 这里也就是说 随北曰阳 激姓之国在汉北 都被楚国并吞了 因为左朝为了预防楚国强大向北侵略 所以会派住很多国家 在这个汉水的北边来预防 可是楚国一强大 这些小国就抵抗不了 所以几乎整个都被楚国把它并吞 所以在春秋早期呢 已经有这种现象 可以知道楚国老早就很强大 所以这里的所谓的 所谓的颜意其楚呢 这个楚是双关的 不光是木材 而且是在暗喻楚国 联想到楚国 就要割取那些 比较高的 或者那些 很高的黄金 或者是楚木 金木都可以 那这里面呢 就含义是说 这些 这个游女们 她们要挑选对象的时候 就好像在歌草一样 会挑选当中最高 最好的 也就会 把楚国当作 楚国这些王子呢 当成是 想象中 这个很理想的对象 他们要价的就是像楚国这些的 这个王子之流的 是画中有画 是画中有画 双关的 好 我们再看底下 只字字于归 这个 这位女子出嫁了 言莫骑马 言呢 是石头 可以不换印 要换换成奶 白话就是旧 莫呢 是讲喂马 用其它 用储墨 用鲨鲨 来喂马 啊 马的鲨鲨 当然很多 啊 平时跟战争时候的鲨鲨 就不相同 啊 平时的鲨鲨呢 到战争时期就要改换 一个原则 战争时候吃的要高热能的 你不能拿普通时期的草料 让它去吃 那么战场上一跑 就等于汽油不够 它自己就停下来了 所以马的饰料很多种 墨呢就饰料 我们可以换成喂马 喂饱都可以 然后后头这个马呢 它其实是一种专门的称呼 也就是诸侯己所用的马 叫做马 代夫的马就差一点 就叫做鞠 我们来看 先秦跟汉朝人的说话 根据周理 这个马呢有八尺的 当然这是天子在使用的 还有七尺的 这是诸侯己的 然后六尺 还有六尺 另外《公羊传》呢 他分成天子的马呢 是七尺 祖侯的是六尺 清代夫的士的这些是五尺 公羊说法跟周理不太一样 因为公羊是汉朝 汉朝 所以很可能两种标准是不相同 周理是周朝的度量衡单位 公羊用的是汉朝的长度单位 那毛石的话同学看这边注解 他就六尺以上就成为马 后头呢五尺以上叫做鞠 鞠不是小马 还是成年的马 好 我们古代这个度量衡呢 各朝代并不一致 像我们现在一尺等于三十公分 我们同样如果看三国演义 像诸葛亮都是九尺多 是吧 九尺多 一尺三十公分那两百七十几公分了 三国演义还有一些比较身高比较高的 像水浮传也都有 像一丈轻 这女孩子身高达到一丈 叫一丈轻 后来我们现在三十公分 那就三百公分 非常的高 所以这主要区别呢 就是在于各朝代的度量衡 标准不相同 好 我们先来看马的高度 当今世的记录 全世界马最高的超过两米 比一般的马大概高了半公尺 也就高了五十公分 换句话说呢 通常的马最高的还是只有150公分左右 像现在大陆的蒙古马呢 熊的 弓的大概也是150多公分 那已经算是很高的 所谓高度呢就是它站着那个从前脚到肩膀 这种高度 那磁性的马就比较矮 通常磁马呢可以达到150的 这算相当高了 通常是145 148这个样子算是已经很很高的磁马 它这是巨马 据说呢它体重有一顿 也就是一千公斤 所以如果没有骑好 马师前蹄被压到的话 很惨 在暑假时候台湾就有一个马术的国手 一个女性 就马跌倒以后 她被马压住 这个骑手呢才50公斤 那她骑的马是500公斤 就一压肝脏就破裂 没有办法治疗 所以起码还是很危险 它体重有一顿 好 我们来看桌巢的长度 一般推测呢 大概在19公分左右 这里呢 这个专家推测是 19.91公分 所以像三国演义描述的 配合桌巢的长度 诸葛量9尺 那也不算高 就是不算巨人就是 因为19.91还不到20公分 9尺呢还不到180 这样子呢 是事实上很容易找到这种高度的人 那汉潮呢就比较 比较长的 西汉呢是27公分多一点 那么从王莽以后呢又缩短了 变成大概23公分多一点 所以公羊算是用23公分那个标准来算的 所以以下呢我们来看一下 桌巢八尺的话 大概159 将近160 那么公羊的话 七尺呢大概161 物差大概两公分 总之这两个数目很接近 所以桌礼讲八尺 公羊算就讲成七尺 这是朝代跟杜梁恒标准的不同 总之呢所有经传里头 对马的说法 八尺以上称为龙 有的时候是七尺 总之龙是天子在使用的马匹 那诸侯所使用的有两种称呼 一种就是马 另外一种就是乃 都可以 底下的代夫所使用的就是居 清代夫所用的马就是居 这里面呢古代确实是有这种区分 我们跟同学讲过陈鸿诸林呢 这首诗就很有代表性 诸侯早上要偷星 离开首都的时候是他的坐骑 他使用的高头骏马 高头大马 诸侯级的 可是呢快接近那个寡妇的时候 他要赶快改成代夫级的鞠 就是代夫所使用 比较矮一点的成年马 所以这里的马呢我们就简单翻 我们知道它是诸侯级在使用的 我们简单翻成高头骏马 骏马加个高头 后面的鞠呢我们把它翻成高头大马 或者梁马 都可以 总之两者有区分就好 好 这一句呢就在描述 这些游女 所找的对象呢都是诸侯级的 本身要诸侯这种爵位 他们才会 这个才有可能接受 所以就用马来提出 就要喂饱高头骏马 就要能够喂饱高头骏马 你要有这种能力 好 接着呢这四句 我们可以完全不欢迎的 因为他就一再的强调 一再强调 因为这身份是 嫌疏太大了 人家是皇亲国妻 你起码要诸侯才能配得上人家 好 我们再看最后一端 瞧瞧错心 这些笑起来交错的财草 言意其楼 就要割取那些比较高的裸耗 裸耗呢是比不上金木 比不上楚国 可是呢在杂草里头 他们呢还是有点高度 裸的品种非常的多 从而看的这个是裸耗 都有一些香味 那这些就是香耗 或者叫做青耗 这是野艾耗 都有香味 好 这个裸呢 他声音上就相关 跟卢国跟裸国相关 为什么呢 因为江南地带 最强的就是楚国 然后接着就是卢国跟裸国 这是这些游女要找的对象 换句话说 他们要去这些国家当皇后 游女出嫁条件就是 他要当皇后 所以这又先考虑就楚国 再过来就比较强大的 卢国跟裸国 裸呢在声音上 跟卢跟裸是相同的 三个字呢在上古音可以通讲 像昌杰篇 这个卢虎 又叫做卢虎 卢裸 裸都是相同 像水晶柱 这个朱成蓝对着卢桌 当地人就读成卢桌 卢卢都是相同 那么卢国呢 他是楚国的分支 楚国的皇族分出去的 首建的国家叫卢国 所以虽然没有像楚国那么强 也是属于强国之类 地点呢在襄阳附近 另外呢在卢国 卢国呢 他是顺后代的国家 曾经出席 武王华做那个战争 到春秋时代呢 卢国依然非常的强大 比如说根据左传记载 楚国内乱 卢国呢就出兵 把楚国的内乱平息 好 接着呢 接着呢我们 来看罢国跟卢国 这两个国家呢 这两个国家呢 地理范位也很接近 所以历史呢 时常提到这两个国家 比如说像左传 这个国语里边 这个国语里边 也同样提到 比如说楼游寂寂 卢游金规 世界外立离亲者也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老师用白话 把它说一次 就是姬姓的小姐呢 嫁为罢国的皇后 也叫夫人 卢国的小姐嫁到楚国当皇后 证明这个卢罢两国的国际地位 都不低的 都跟楚国接近 所以罢呢 就是影射罢国跟卢国 这也就是 由你所选择对象的 第二级的标准 最高级的当然 就是楚国那些王子 那罢国呢 就近年 他们 遗旨所出的这些文物 好 演绎齐楼 叫砍花 叫歌曲 那些高大的楼豪 知子于归 这位小姐出家 言莫屈居 只要能够喂饱高头大马 居就代夫及的 哦 我们换成高头大马就可以的 哦 总之呢 这些游女所找对象 最少都是代夫的 啊 一般人只有望洋兴叹 哦 啊 以下呢 又是重复 蝶勇 所以我们不欢迎 啊 好 我们就把桌篮看完了 啊 底下我们开始 这第三章 另外一个单元 就是绍兰 第一首叫《雀巢》 那我们先来听 助教的朗诵 啊 雀巢 为雀有巢 为咎居之 知子于归 百量亚之 为雀有巢 为咎方知 知子于归 为百量江之 为雀有巢 为咎银之 知子于归 百量成之 有关少兰呢 他跟桌篮的区分 是以散现为东西的分界 啊 散现是今天荷兰省三门峡市 底下 啊 地图是在这地方 啊 啊 东边是洛阳 左边就是西安 啊 今天大陆呢 也设了一个诗碑 啊 就是桌烧分散熟 啊 在这里桌朝时代呢 散现以东 那就是周公负责的范围啊 散现以西 由少公来负责统治啊 那 洛阳以兰也是一样 洛阳以兰 散现以东 那就是周兰 然后呢 散现以西 就是少兰 原则上是这样区分啊 刚刚同学啊 听过的这个雀巢呢 啊 毛绪是说 这是描述夫人之德 啊 也就是诸侯太太的美德 啊 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强调诸侯太太的德性呢 啊 毛传就说 国君畸行列宫 以至爵位 啊 一个诸侯呢 能够 获得继承权 那通常是要 花不少的努力 啊 因为 王子之间呢 会互相 啊 竞争 啊 那能够成功的 当然是 正常状态 会下很多功夫 啊 所以呢 这个夫人 这个夫人起家 而居有之 啊 所以 一个公主呢 啊 啊 这个 一下子 靠着出嫁就变成皇后 变成夫人 啊 必须得如诗侯才能相配 啊 那诗侯是什么美德呢 啊 诗侯根据专家说 像郭仆呢 就说就是 布谷鸟 啊 这边的布谷鸟 啊 那这种鸟有什么美德 就在底下啊 诗侯有均衣之德 就是很公平啊 啊 其 伺其子 养小孩呢 但从上而下 从老大养到老妖 啊 啊 然后 黄仆呢 从老妖喂到老大 啊 啊 就是 布谷鸟 传说呢 他对儿子都很公平 不会偏心 确实有些鸟类呢 啊 当妈妈的 当父母的脑袋都不够灵光 啊 老师就看过有人呢 在养鸽子 啊 有的鸽子比较会抢食 看到父母来嘴巴马上张开 啊 所以那胃的 胖的不得了 跟父母差不多一样大 还在抢食 那其他不会抢的 就瘦巴巴的 啊 几乎快二十那种状态 啊 所以老师知道像鸽子呢 不太重视这种 对小孩喂养的公平 啊 那布谷鸟有这种传闻 啊 啊 这一首呢是祝贺贵族女儿啊 啊 这个新婚的诗歌 简单说 就是啊 啊 这个嫁过去当皇后的诗歌啊 啊 那这一首诗呢是 就是这个鸟居雀草啊 啊 那这里读者呢可以有很多种联想啊 啊 首先呢 在鸟类啊 啊 这个喜鹊呢 取 布谷鸟啊 啊 这种是不太可能的诗 就只有在童话里头才有啊 啊 不过在我们人类呢 确实可能发生啊 啊 因为我们人类通常东西方 取亲人的避免同性 避免血缘太监 啊 这大概就是在上古时代呢 世界上曾经发生很大的惨剧 就是 同族的人都是进行结婚 最后整个族都消灭掉 自己消灭掉 大概东西方都曾经发生 啊 所以东半球西半球都完全 记取这种教训 不敢再重害 啊 娶太太 结婚尽量是找血缘 有差异的 不同的 啊 啊 要避免同性 啊 所以呢 在人类比如说像 汉族如果娶原住民的话 汉族结婚 手穿的服装 跟原住民手穿服装 那就不相同 外表上看起来就好像喜鹊跟 不顾鸟在结婚一样 啊 所以这首书呢 是在描述一种 艺族之间的同婚 啊 艺族之间 啊 另外的呢 清华大学 因为清华也有很多喜鹊 我们教大也相当多 啊 老师有一次一大早 从中医馆下去呢 好像看到七只走又喜鹊 啊 在山坡那边在玩 啊 所以两下都有很多喜鹊 那清大的教授观察以后 他认为呢 他认为呢 这种成语啊 啊 就雀巢揪战是弄错的啊 啊 因为喜鹊呢 像乌鸦 身体呢 最少比这个斑鸟 他认为呢 施鸟就是斑鸟 啊 他认为斑鸟呢 要小一号 喜鹊要大一号 啊 所以斑鸟就不敢 去占喜鹊的房子 啊 不过 鹊占鸟巢还有别的含义 啊 就比如说呢 嗯 鸟占鹊巢啊 啊 就是通常都是指呢 太太霸占了丈夫的整个家庭 啊 目前也 也会有这种现象啊 啊 因为当今有些家暴呢 受害者是男性 是丈夫 啊 因为今天有的女性很强大的 老师就听一个朋友讲 啊 说他们邻居呢 有一个太太很壮 她的丈夫呢 瘦瘦矮矮又头臂 啊 所以这个太太生了小孩以后 有天晚上 要抱小孩起来起尿尿 啊 就竟然抱着她的丈夫 因为她半夜起来 自己也分不清啊 啊 所以可以知道呢 当今天啊 有些受害者还是男性啊 啊 这是另外的一个含义啊 啊 还有关战潮的话呢 呢 报纸也曾经报道 鸡占鸭槽 这也同一个话去占的 啊 在一个农场呢 鸡和鸭同时在孵蛋 啊 这个一段时间以后 当然要起来绕一绕 啊 母鸡先起来绕一绕 大概 绕完以后要回去 就头就昏掉 啊 就认为呢 鸭子是抢了她的窝 啊 所以她就拼命捉 把鸭子赶跑 啊 就她最后孵出来呢 就一大堆都是小鸭子 啊 不过据说她很负责啊 啊 有这种 这个传物消息啊 好 等一下呢 这个喜鹊竹草 喜鹊它是属于鸭克乌鸭 啊 这个鸭克呢 都有共通的特性 啊 都喜欢呢 装饰自己的窝 啊 啊 这个 像乌鸭的话 只要看到花亮 花光的东西 他们就喜欢把它 叼回去 放在 玻璃当装饰品 啊 比如说像同学扭扣 会花光的 或者是 啊 吸管 啊 会亮的 他们看了多的心动 会叼回去 喜鹊也是一样 啊 这里就报道英国 啊 英国一个女孩呢 她订婚以后 啊 钻石的戒指呢 她洗澡 她很慎重 就把它拿下来 就放在浴室的窗口上 啊 就洗完就找不到了 啊 啊 据说呢 在英国因为天气关系 比较潮湿 所以喜鹊呢 时常会 跑到人家的 房子窗口 那边 去吵闹 啊 大概 看到这个 钻石呢 会花光 很高兴 就把它叼走了 啊 就害得这对订婚的 就一直没有结婚 过了这个三年呢 这未婚夫在整理庭院 才在喜鹊的窝里头 找回了那颗钻戒 啊 就鸭客有这种特性 啊 同学可以看一下雀草 啊 这个喜鹊的草呢 他们只要对一个地方 中益的话 就会连续很多年 一直的来装饰 来维修 啊 若说呢 那地方他们要放弃 马上就会换别的地方 盖新的这个草 所以时间上 并不一定说 从哪个季节才开始盖 不一定 啊 不过通常呢 大概就是冬天的时候呢 都会把这个草呢 的维修告一段落 大概冬天就会住到草里边去 啊 同学看这个 这两个都是喜鹊的窝 啊 可以知道一般鸟巢 跟它是不能比的 啊 所以喜鹊呢 是 是公认的鸟界的建筑师 公认的啊 他们的窝呢 是鸟窝当中的超级别墅 啊 所以老师就看了几篇 呢 他们对喜鹊巢的观察 啊 有的人说呢 因为很宽敞 啊 有的 雀窝里 喜鹊里 里头呢 还可以放一张瘫荒床 啊 当然老师 这里是老师讲快的 啊 就是说呢 还可以看得到喜鹊屋里面呢 他们 会放一张 有海绵性质 有弹性的 啊 那种 纸张或者是 垫子 啊 也不晓喜鹊到哪里去找的 啊 啊 这个 这个 根据法兰子呢 十一月 日冬至的时候 雀史家朝 啊 就是 原则上是这样子 啊 老师呢 归纳 网路上 他们的记载呢 大概就是十二月 到一月 多 接近二月 啊 多有人 多有喜鹊 会定居在这个 新朝里头 所以前年后后 讲起来大概就是冬至前后 啊 这些大略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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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唯雀有朝 唯花与辙 可以不欢 當然也可以欢 你要欢 就换成有 有喜鹊 有了新朝 啊 啊 或者省掉 就喜鹊有了新朝 啊 啊 那朝是超级别墅的啊 啊 啊 因为太大 啊 所以当然要有伴侣 好 这句话呢 实际上也有问题 因为喜鹊的朝 都是夫妻双方合作的 没有一只喜鹊自己去盖一个朝的 啊 好 底下 这个唯雀 居之 啊 这个 唯呢 也是一样 可以省掉也可以欢迎 啊 有布谷鸟 居之 啊 这个居呢 这个我们同学 啊 一般都会想到住 居住 啊 好 这样欢迎呢 老实讲是不太理想 根据字典呢 啊 像古代的就是玉片 顾尾娃的玉片 居就是当也 除也安也 啊 没有我们今天常见住的意思 啊 除也安也 都没有直接写住 啊 那像 慈海的话 啊 当呢 啊 就是任的意思 居是当 当就是任 啊 所以简单说居就是任 或者是主的意思 啊 所以我们欢迎的时候呢 啊 唯修居之呢 我们就欢迎成 啊 啊 有私修 啊 就有私修来主持家务 啊 不要把它换成有私修来同居 那就不太好 啊 啊 啊 居呢 还是解释成当主持家务 啊 啊 底下 之子于归 啊 所以我们不欢迎啊 啊 百辆欲之 这辆呢 今天要加上偏旁 就是车辆的辆 一百辆马车 来亚 亚就是迎亲 啊 啊 就新郎呢 要率领一百 一百辆马车 来迎亲 啊 啊 这个字呢 在甲骨文 写得很简单 只有中间的那个部分 只有玉的中间那个部分 啊 啊 然后呢 到了西桌经文的时候 啊 所有偏旁都加上去的 啊 然后呢 到了战国时代 同学看 变成马了 旁边变成马 啊 因为战国以后呢 骑马比较流行 马车呢 反而变成 比较累赘 啊 所以到了战国时代 玉呢 就改成马边 马的旁边 那同样的也是强调 骑马使用马边 啊 就是 玉这个字的变化 在这一首诗里 读成 亚 亚呢 就可以有几种学法 跑马旁的亚也可以 或者是 言字编的 言字编的 讲话呢 言 哦 言字编的亚也都可以 啊 在民间 台湾日本也时常用到 哦 像台南式的 亚马族 哦 你写成 臭字编 言字编都可以 日本同样也有 亚马族 哦 还有亚别的神 都有 哦 好 亚就是迎接的意思 哦 哦 有百辆马车来迎接 来迎亲 哦 古代马车的价值呢 大概就是今天一辆汽车 哦 一辆汽车 所以大概出动一百辆轿车啊 哦 可以知道 丈夫呢 哦 一定有相当的地位 底下 唯却有巢 喜血足了新巢 哦 唯就荒之 哦 布骨鸟 荒 我们呢 在汉广已经看过 荒叫病的意思 哦 病两条船也是病 所以这里呢 也可以解释成病 是讲配对家偶的意思 哦 布骨鸟来成为家偶 来结成家偶 哦 知之于归百辆江车 哦 有一百辆马车来江 就是护送、护卫、送行的意思 梁家呢 要出动一百辆马车 来送亲 来送这个女儿 哦 所以通常这种场面 都很壮观 哦 看历史上的这个公主出嫁 哦 像辽史里头呢 有一种叫做送中车 啊 送中车呢 就是牛车 然后上头呢 啊 有一个楼阁 啊 就像龙那样子 就是粗的形状 它是龙头 可是没有长角 啊 而且涂成银色 因为是桑里 这变成白色 啊 底下还要嫌多 啊 这种叫送中车 结果呢 在公主的 同学看啊 啊 公主下嫁的仪式里头呢 啊 也出现送中车 啊 这个 也就是说呢 公子出嫁的马车 最后那一辆就是送中车 出嫁啊 啊 这个搬运嫁装的长长行列 最后一辆上头呢 有一副棺材 而且棺材还用灶子把它盖住 啊 这个总之呢 公主 未来死亡时候 用的东西 在最后一辆马车上头 都准备好的 啊 所以 在过去呢 像一个公主出嫁 啊 她从出嫁开始 一直到她百年之后 到她要死 要下葬那个时候 一身手用东西 皇帝都帮她准备好 啊 啊 所有一切都在嫁装行列里头 啊 所以需要的 队伍很壮观 啊 我们这首诗所摆量 来附送 那是可能的 啊 啊 那么 辽国的这种习俗呢 我们来探讨一下 像 造型呢 是龙行 龙是中原 啊 最高的偶像 中原文化的典型 而且呢 他还使用舵 使用舵 啊 这也是受周朝的影响 啊 我们来 试试看一下 《牧天子传》 《牧天子传》最后呢 描述圣基的商礼 啊 圣基就是 啊 周牧王呢 的宠徽啊 啊 所以他就 比照皇后来下葬 啊 那 下葬过程呢 都用忠 啊 因为 这个成员太多 啊 这个 要劳动军队啊 啊 这个 人数很庞大 所以指挥呢 就要用忠来指挥 啊 所以同学看 遼蜀呢 啊 那个 整个就是受中原文化的影响 啊 啊 不只辽国 我们台湾也有这种现象啊 啊 通常看竹山 过去竹山这些富翁嫁女儿呢 还要带着棺材啊 啊 当然它是象征性的啊 啊 在棺材里头 这小棺材里头呢 会放着黄金 啊 意思就是说 等到最后一天这女儿 要办伤事的时候 可以把这棺材打开 里面的黄金 就可以拿来转换成现钞 来制伤 啊 所以像这个也就模仿 皇帝在嫁公主 当然不会那么齐全 啊 这个 可以知道呢 送亲的 这个行列呢 马车呢 应该是不少啊 啊 有百辆马车 啊 呃 来 送行 来复卫 啊 好 我们看最后一章 唯却有朝 啊 喜却有了新朝 或者足了新朝 唯咎 迎之 啊 诗咎 这里要加上门 诗咎门 来把它筑满了 啊 因为喜却的朝实在是太壮观 啊 所以需要一群的诗咎 啊 这里我们谈的是硬的问题 啊 啊 古代呢 反是一个 诸侯夫人 啊 出嫁当诸侯夫人 啊 那么 通常她有左右印 她自己本身呢 有两个陪嫁的 啊 啊 一个是 子 一个是弟 啊 啊 这个弟呢 就是自己的妹妹 可是呢 通常不是亲妹妹 不是同母亲的妹妹 啊 因为能够嫁成为诸侯夫人 衣裳里 她本身一定是公主 公主呢 是嫡出的 啊 嫡出的女孩呢 不會陪嫁啊 啊 她陪嫁的人物呢 就是 庶母 就姨太太 妃子手生的那些女儿 辈分比 新娘子要小的 那就算妹妹 啊 弟呢 就新娘子的妹妹 通常是义母 啊 另外的妈妈 啊 啊 啊 第二个陪嫁就是 子 子呢 身份要第一辈 也就是哥哥的女儿 通常也不是亲哥哥 啊 因为她是公主的话 她的哥哥通常都是王子 太子 太子女儿不可能跟你陪嫁 啊 所以她就是 宗族里面呢 是新娘子这一辈 而年纪是新娘子 的哥哥 比新娘子要大的 啊 所以她们的女儿呢 才会 適合当 这个 新娘子 啊 所以 要嫁给诸侯当夫人的 她本身要带两个陪嫁 不论辈分 啊 所谓不论辈分呢 就是要保障 丈夫一定可以生到儿子 所以他们打破 伦理这种限制 因为诸侯 最重要的就是 爵位的继承 他一定要生到男孩 要不然她这个爵位 国家会收回去 会收回去 所以为了保障丈夫 一定会生到男孩 所以他们要第一 要这个陪嫁 第二呢 不讲究这个辈分 除了新娘子本人之外呢 另外还有两个友好国家 同性的国家 也要来陪嫁 而这两个陪嫁的同性国家呢 本身 新娘子本身 也会带两个陪嫁 所以诸侯娶一次新娘子 同学看总共是九个 满额的话 一次是九个新娘子 所以雀巢虽然很宽敞 可是一次真的九个新娘子呢 应该就是塞满的 好 这个是公羊传的说法 诸侯这个取一国 则二国往映之 映就是陪嫁 以子弟从 所以一共一国是三个 三国就是九个 子子和兄子子也 哥哥的女儿 帝者和帝也就是妹妹 诸侯一聘九女 诸侯不再娶 通常是娶太多也 也不是很理想 按规矩是不能再娶 不过古代的诸侯老是在娶太太 娶了一次又娶一次 一娶再娶 所以这一句呢 唯一就引出 这个不古鸟们 来把它铸满的 知子余龟摆量成书 双方都出动摆量马车 来完成婚礼 好 这一首呢 就描述 诸侯级的婚姻的状况 好 接着呢 我们来看下一首 这一首呢 可以说是女性的 女教的教材 就是从小呢 就教到这个小女孩呢 长大以后 所必须具备的一些技能 那毛钻就说是大夫妻能寻华度 这一首身份就稍微低一点 是大夫的太太 他可以呢 成先祖公祭师 也就是说从小呢 就看长辈们在处理家里的衣服 还有拜拜的各种器材 以及蔬菜的烹饪 学会的这个 他就可以得负责一个家庭 负责丈夫家里的这些事情 所以这首诗是描述女子彩评 还有水澡来祭祀祖先的诗歌 根据郑玄的说法呢 古代女子十年不出 都不离开家门 他要做什么呢 母教这个管免听从 母教呢 就师母 父母那些的 总之就是女性的老师 来教导她们有关衣服跟祭祀的事情 学会以后十五而机 十五岁就可以跟人家定亲 一般成年是二十岁 不过女性到十五岁呢 只要定了亲就可以算成年 就可以集 等一下我们再说 然后二十岁就出嫁 不过实际上呢 一集以后通常都可以嫁了 还有关拜拜所用的道具呢 最常用的就是豆 这从十七时代就有了 今天祭孔也都有这些豆 是商朝的同豆 而且豆很多 同学看理系的记载 天子的豆呢 有二十六 诸侯有十六个 那这些呢 都是摆那些有汤有汁的 这些菜肴 只要有汤汁的 就用豆来装 相反的干的话呢 干料的话呢 就用有空气有洞的 这个竹边或者藤边来装 这边呢 在桌茶还有用铜来制造的 这个是今天祭孔 台北市祭孔的照片 这个是豆 这边的都是豆 这边都是鞭 鞭是放干料 这边是有带水分的 还有观基在成年里 这个从而看到的 这是一个皇国皇后的法型 因为人死了以后呢 这头发不会消失 这个皇国皇后她的头发 还是很完整的放在她的棺材里面 所以知道当时有这种法型 那么基内 一般差的不止一把 有的还可以达到六把 或者是十二把都可能 那主要可以编成一种装饰品 另外的她可以固定夹画 夹画 通常那是尖尖的 这样皇后可能是画的比较湿针 一般都是末端要尖的 好基的用途呢 最主要是固定夹画 诸侯夫人呢 他们要出席很多的仪式 所以要打扮 需要夹画 像这里是专家们的说法 这个夹画上呢 就可以装上六件的这些装饰品 在诗经里头 我们就会看得到皇后呢 有这种资格 可以使用六件的装饰品 好另外的这些基呢 它也是在这个纺纱织布的时候呢 可以使用 在纺织的时候成年妇女呢 比如说纱线打结 或者这个布呢 需要密一点 就可以把头上的基拿下来使用 其他的呢 基还有另外一个医疗上的用途 一般都是新婚之夜在用 而且都是妈妈 当女儿要出门的时候 会告诉这个新娘子 说晚上呢 如果这个新郎呢 这个神经失控的时候 就要赶快的把这个基拿下来 来扎他的穴道 因为可能男孩子很兴奋 那阳经就好像自来水一样冒出来 据说那种不急救的话 马上会死亡 这时候必要刺激他的神经 比如说这个人中这地方 用鸡来扎 或者是丹田 就肚脐以下两三寸 要不然就脚板心 要拿那些尖尖的 不是扎进去 不是用力扎 而是刺激那个神经 只要达到刺激的程度就可以 让这神经恢复正常 这样就可以把丈夫的生命救回来 通常都是明月期间比较容易发生 所以这也就是一种急救的道具 一开始鱼采平 鱼呢 就等于今天所写的鱼 鱼 在的意思 鱼呢 就等于为何的何 鱼就在哪儿 在何处 采就提手旁的采 平呢 就是田字草 平菜 就像这种四叶合在一起的 像田的样子 一般讲是田字草 或者白平 这个 它也有它的药效 比如说 就是像被毒蛇咬伤 要到哪儿去采田字草呢 去采白平或者平菜呢 南溅之边 南就南方 南方山沟 山溅 山中流水地方 就是溅 好 边就是水边 要到南方山溅的水边 为什么要到南方呢 因为像现在 大陆呢 江北的话 都是冰天雪地 都是北风在吹 所以 像羊的南方呢 比较温暖 所以 植物呢 首先在比温暖地方 先长出来 接着是 鱼采枣 要到哪儿去采水枣呢 鱼笔 行老 好 这个行呢 有两种说法 一种就是道路 第二种说法就是 郭曲 总之呢 这个行读成加三点水的这种呢 一般专家也不太熟悉它是什么意思 文字学家也弄不清 所以我们简单说是 郭曲里面就可以了 底下老呢 是名词的用法 名词 就是流水或者积水 就是到马路边积水的地方 或者是就是到郭曲中积水的地方 好 以上呢 很明显是以问一答 这是方便背诵 尤其小孩子呢 最容易朗朗上口 那里面呢 连续用了五个鱼语 这方便学习的问答式的教学法 那有关水藻同学应该都是熟悉的 它用途呢 大概跟平类 跟白平是类似 就是水藻 水藻呢 它不管是叶子或者是根 只要嫩的话呢 都可以煮成菜或者做成羹 都可以 本身呢 平时是一般人比较少吃 不过呢 一到饥荒的时候 那是很好的旧荒之物 底下 鱼语成汁 是用什么来装呢 用什么东西来成呢 尾 可以翻译成是 就是用框和矩 框呢 就是方形的竹器 就是框 我们看底下方形的就是框 这个也是方形的 那底下圆形的就是矩 就是用方形的框 或者是圆形的矩来装 因为它们都有洞 那水分呢可以流出去 可以减轻重量 鱼语香之 这个香呢 是甲介字 是主的意思 本字呢 像写成这样就很复杂 我们同学可以不去理会 只要知道它是主的含义 是甲介字 就可以 所以 要用什么来煮呢 有了材料就要开始煮 用什么道具来煮呢 围棋即斧 那么棋呢 是有角的锅子 斧呢 它是没有角的 像这棋是三只脚 这方便在野外露营 不需要这个去设一个灶 直接在平地上就可以住 因为它脚就可以站稳 那斧呢 就一定要有灶 因为它本身没有脚 那有关灶呢 我们现在比较少看到 老式的灶呢 通常是两个在一起 富贵人家通常是三口灶会排在一起 他们家庭人口多 所以一次煮的话呢 一锅是不够 所以灶呢 有的是三口连在一起 像这三朝富豪皇后三连眼 是用蒸的 用水蒸气来蒸 所以底下有开口 好 围棋即斧 就是用三只脚的棋 和没有脚的锅子 予以殿主要到哪儿去祭拜呢 殿就设置祭品 摆上祭品 所以简单化完就变成 祭品要放到哪儿呢 中室有下 中室就是宗庙 有就是窗户 旁出的 旁开的窗户就是有 就摆在宗庙的窗户底下 好 好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